好,这一局呢,我随机到了利比亚 但是有一家法国需要留神 开局,基地打开 我的左边右边呢,都有敌人 好像这黄色就是法国 不过呢,他不一定能开出机场内的东西 所以呢,就没那么害怕 开局,工程师先下了 把牛井拿了,然后再说其他的 能不能开局把别人惹一遍 那要看惹到什么程度 我确实有这个法国吧 把他基地逼他收起来 哎呦,你竟然不收 我本来想逼你收基地的,结果你不收 那这个光能塔我就直接放到你家去了 因为给这个下面这个城堡,他就固定送一个光能塔 这个我是记住了 接下来呢,再在你们家出兵营 哦,别打这个,打盖特坦克 工程师把他的油井给我抢下来 现在我就双基地了,对吧 好,这个旅带车捡了一个攻击力翻倍的箱子 好,就给我来打他的飞行兵 你再给我来把他的心灵探测一占了 占了他就造不了飞行兵了 然后下面这个帐篷呢,是给兵升级的 哎,这样不好 我现在主要想的是应该先去把 我的这个装逼车升到三级才行啊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对面一造兵 他造兵的话,我就吃不到经验 所以先满足我的步兵车三级了 哎,你别给我打这个兵 强行给我打死 哦,算了,他就不造兵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三级了,不怕了 就这样出去 把这个黄色给我拆了 是不是他就被灭了 被灭了之后呢 接下来该搞绿色了 哦,绿色也干掉一个 那么看来我和绿色都是强者 我把左边的干掉了 他把右边的干掉了 但是呢,强者可以有很多 王者只能有一个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谁能活到最后吧 这个绿色,来,我们来开战 身体咋样还是难受啊 今天,因为还没有转进 哎 哦 失误了 瞧,我玩这个装逼车啊 你的三级的磁暴步兵 我跟他硬码的话 很明显是码得过的 我现在看中了绿色 他地图中间那个自然博物馆 如果我用工程师去占掉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造 埃福尔铁塔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工程师 因为毕竟这个自然博物馆 可遇不可求的 你想自己开出来的话 还是没那么容易 哎,好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造重工了 已经有一个重工了 那么把这个自然博物馆站下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埃福尔铁塔 只要有一个能出坦克的单位存在 再加上 他的这个自然博物馆 你就可以出埃福尔铁塔 不一定非要重工啊 比如说波兰的国旗 或者利比亚的国旗 利比亚的国旗可以出自爆卡车 自爆卡车算是一个装甲单位 所以利比亚的国旗 他竟然可以算作是一个重工 只要你有利比亚国旗 或者波兰国旗之后 再拥有一个自然博物馆 那你就可以造 埃福尔铁塔 他应该舍不得退 要不我把三星的步兵车送给你打死了 这样他就应该不会退了 好 我说着玩的呀 你怎么真的就跑过去送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里面驻扎着动员兵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步兵驻守的建筑物 想用工程师去站的话 很难 但是呢 好在自然博物馆里 就算大兵驻守进去 你不手动点 他工程师不会挨打的 你瞧 他只要不手动点 我说站就给他站了 瞧 埃福尔铁塔点上 然后绿色现在就没了 然后我们再来把他的游警打了 打了之后呢 这家绿色基本上就没建筑 就可以直接认输吧 好 没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造的就是埃福尔铁塔 但是这里注意一下 蓝色他上面这么多坦克 对我们虎视单单是吧 所以我们要用重装大兵守好 重装大兵守入口的话 坦克强冲是冲不过来的 我们现在既然计划 要把这个埃福尔铁塔提上日程的话 那么就要考虑到 后面一系列带来的结果 是什么 首先你埃福尔铁塔 它是一个大杀器 你打算把它在什么地方展开 很明显是地图中间 可以控制全场 但是正因为是个大杀器 你一旦把它展开之后 别人肯定会把手里面所有能发动的东西都拿来对付 这里可以刚才瞄了一眼红色 它在展飞行兵 所以呢 你要考虑清楚 你埃福尔铁塔一展开之后 它飞行兵过来强拆 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需要造防空车去跟着 当然它飞行兵完全可以不拆你埃福尔铁塔 直接跑到你家里面来拆你电厂 把你电厂拆得没电了 那这个埃福尔铁塔它就没用了 怎么办呢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怎么办呢 就只有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埃福尔铁塔它攻击并不一定非要依赖你自己本身的电力 我现在的电力是充足了 那么我造三个瓷暴步兵 记得我们的战役苏军第五关吗 用瓷暴步兵瓷化埃福尔铁塔 在这儿一样的它是可以用的 那么我们跟三个瓷暴步兵在埃福尔铁塔后面 这样即使对面它来飞行兵给我们断电 我们埃福尔铁塔也能打 好我们还是先多造电厂把架面护好 然后防空车呢跟上 好你瞧篮子来打我了 这里我们吃不准 对面的飞行兵是要来强拆我们的铁塔 还是强拆我们电厂 但是呢强拆铁塔也要防好 造一个工程师跟上 这样看着铁塔残血了 工程师直接进去修好 就可以直接让对面哭死 因为埃福尔铁塔还算很硬的东西 拆的话要很久 还是要一点时间 好展开 好你瞧瓷暴步兵是不是自己就在那儿充电 充电的话 好红色它的飞行兵不动吗 不动我来提醒一下 好飞行兵开始飞了 开始飞 接下来它又去哪儿呢 好去我们家偷电 你随便去偷啊 我就算没电了也无所谓 你瞧我现在是没电了 又有了又没了 但是没电无所谓啊 铁塔还可以继续打它 你瞧我的防空炮是不是都些逼了 都不打它飞行兵了 但是呢我的埃福尔铁塔还在强力的输出 它肯定现在都懵逼了 哈哈哈哈 好 一无所有了吧 你哪里来的电 哎呀好萌新啊 哎呀我突然觉得它有点可怜 磁暴兵充电呢 你瞧我不充它就不打 我一旦开始冲 它就又开始打 这也可以吗 哈哈 好 然后这就是这一局 这铁塔的确变态啊 觉得不错 来给我们一点打赏好不好 这局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好 这这一局 觉得不错的来一点小小的打赏 吧 好了 监睛 两个 因为 而且 明天 试开 再说